我們現在上這一個章的第二段叫做可逆反應跟化學平衡 A加B會變成C加珠,C加珠會變成A加B 可以過來,可以過去,這個反應叫做可逆反應 A可以變成B,B可以變成A,這種反應稱之為可逆反應 稱之為可逆反應 我們的習慣上會用雙箭頭表示 向右的箭頭我們稱之為正反應 向左的箭頭我們稱之為逆反應 我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那麼向右就叫做碳酸鈣加水加二氧化碳 產生碳酸氫鈣 那我們就把這個反應稱之為正反應 正反應,向右的我們就稱之為正反應 反過來就變成碳酸氫鈣分解成碳酸鈣水跟二氧化碳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逆反應 就是我們習慣上的寫法 向右的我們稱之為正反應 向左的我們稱之為逆反應 我們用雙箭頭表示這是一個可逆反應 所以如果考試請你寫可逆反應 你要寫雙箭頭 表示A可以變成B,B可以變成A 我們的重點是這個 當我們的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正逆反應的速率相同 正逆反應的速率相同 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這句話暗示了一件事 等一下會再講一遍 就是有正逆反應速率相同 表示有正反應也有逆反應 表示正逆反應仍然在進行之中 要請同學注意的事情是 考試如果明示或暗示你 我有某一種墨爾關係都是錯的 我們說2A加B變成3C加珠 他告訴你說我達到平衡的時候 A比C就是2比3 這個都是錯的 錯的 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確實有某一種數學關係 這個數學關係國中沒有交 唯一交過就是前面交的 氫氫子濃度乘氫氧跟濃度等於10的-14四方大案平方 可是我們也沒有告訴你 那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所以國中是沒有這樣交的 我們不曉得它的關係 我可以只有一點點的A跟B 有很多的C跟珠 然後一千個過去一千個回來 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我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A跟B 少少的C跟珠 一千個過去一千個回來 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所以有沒有說我達到平衡的時候 一定是2公克比3公克 4末爾比5末爾都沒有 所以只要考見題目明示或暗示你 我會有這樣的關係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我可以少少的A 也可以多多的A 都可以達到平衡 都可以達到平衡 OK這就是要請你注意 重點叫做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這是重點 那怎麼樣才會達到平衡 定溫跟密閉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嘛 溫度會改變反應速率對不對 溫度會改變反應快慢 所以我要保持一定 所以溫度要怎樣 一定 所以我要定溫 密閉 那我們跟我們前面教過的密閉的意思是一樣的 密閉不見得要封口 只要東西不會跑進跑出去叫做密閉 等一下會舉例跟你做說明 等一下會舉例跟你做說明 所以要在定溫跟密閉的環境之下 它才會達到平衡 所以它如果不符合 它就不會平衡 後面會舉例幫你做說明 最後是跟各位講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達到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什麼